剛才有觀眾說,希望曾駿華給曾駿華 今天的陣容很詫異 因為多了一群人幫我頂這些壓力 現在不要只說長毛 其實胡官也做了這些效果 所以我覺得長毛尤其是 第一,他面對的是有沒有三萬八千個 設定了這個門檻給自己,我覺得是很基礎的 反而老實說,對我來說,胡官真的 我明白他的看法是會比較接近一些民主派的選委 但是我不太相信這個人 現在是70年做法官,現在跳出來 他學了很多東西,我想這幾個月 但是我們剛才好像Albert說 我們是看未來民主運動的發展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好的Agent 胡官不是一個好的代表 因為他沒有未來的 我看不到他選完之後 他會跟我們繼續爭取一些 他現在在這個選舉裡面答應的事情 當然我不是說長毛是一個好人選 反過來我覺得整件事想上來 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比較沒有那麼差的局面 所謂胡官 他會變成民主派的一個相對來說可以選擇的人 始終我覺得民主運動、民主派 是有一個人做這件事 就算現在是長毛 我都覺得比胡官是好些的 有些立場和整個的陣營 我們起碼每個星期都會開民主派會議 在立法會26個 但是我想我也同意現在基本上 將提名和投票分開 還有我希望市民都不用這麼大的情緒 因為我想最最後對我來說 習近平的控制力 我想都是最根本的要素 如果現在我們 因為整件事我們只有四分之一 即民主派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我們就覺得四分之一的人 是很大的影響力 好像會翻天覆地 其實現在是有這種環角 在市面上很流通 我覺得我們應該清醒一點 阿迪 阿迪 我和你不同的判斷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樣 長毛和胡官不同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胡官還是有一線機會成為特首 長毛是零機會成為特首 這就是最大的分別 因為胡官 大家知道他都是建制派的人 正如你說 如果習近平到最後一刻 認為無論林鄭做也好 曾俊華做也好 都會造成嚴重社會撕裂的話 都不選他的話 胡官可能是一個人選 但是這種情況 不會出現在長毛身上 Ebert 我真是想你告訴我 為什麼會有這個可能 其實我們只是稱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有所謂建制派的良盈 加上唐營的人的權貴網絡的支持 另一邊就是有強大的民意的支持 其實是稱這兩樣東西 特首要是中央委任 三位是中央 中央委任 中央就是考慮那兩樣因素 中央說 考慮這個人 有一個人出來 他就可以跳過剛才那兩個大的因素 我覺得機會其實是接近零 對我來說 如果是的話 終於很容易被長毛回到內地 這個情況 其實今天坐在這幾位 其實都是跟泛民 或者有些關係的人士 我也覺得奇怪 為什麼呢 他們都百花齊放 各自有自己的看法 就比較少出現 其實選舉最好玩就是這個 就算你同黨 也有時都會罰遲 現在就變成了出現一個狀態 就是 黎港德 說不定 朱海迪 朱海迪也爭不贏 黎港德 我想問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 不如這次優秀人說 優秀人說 現在其實 是不是已經去到一個 泛民本身都有一些 各自為政 又去到一個所謂的碎片化的情況 這個肯定是 去到的 是由頭到尾都是碎片化的 因為你本身 即使泛民在立法會選舉 當然他也是碎片化 而在選委的選舉裡面 其實這個結構 它本身就是希望 令到你整個社會 變成板塊 或者所謂的 所謂的功能組別式的選舉 變成整個社會 你不是聚焦到 一個用整個香港的整體利益 雖然當然我們大家 會說這件事 但實際上 你看回選委的產生的辦法 其實他們是講界別利益的 所以剛才可能有些界別 即是 現在不同的候選人 他見到的選委 是怎樣見法 是按界別地見的 那討論的意義 他一定除了全社會關心 他一定是部分聚焦 他自己界別關心的東西 那當然後面有什麼利益關係 怎樣去討價環藝 有很多這些東西 那這個一定是碎片化的 而這個都當時 去到這個階段 當時剛剛贏了300多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 會不會做王者 這個可能 其實這個是 不是很現實的 因為問題是做王者的意思 就是說 你這300多人 是一個很有統一意志的團體 是可以跟別人討價還價 那你才可以做王 假設有做王 但這個是不現實的 還有你 如果反過來說 如果西環控制到多過700票 基本上 你有300票 400票也好 其實你都是做不到王的 現在問題是做不做王 是視乎西環的控制力有多大 他多過700票 你拿多少 你少過701 你都沒什麼異議 另一方面 即使他少過701 但問題是 你現在的300多個 從頭到尾 都不是一個整體 這個是 反過來說 我們這麼多年 去反對小圈子選舉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些小圈子選舉 其實往往他界別利益 是會凌駕全港利益的 這個是現實 當然他們選委說的時候 會考慮全港性利益 但這個無可否認 他都要考慮界別利益 因為他都要向他自己的界別選民負責 這個是基本政治倫理 這個就是當時有這樣的設計 我有些不同意 是的 這裏我不能夠完全糾同 因為我想 在民主三百家裏面 我不能夠100%沒有 沒有考慮界別利益 但其實大家很清楚的共識 真的是考慮整體利益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要有三個政綱出來 是正改 即是不受白三個框架限制 說維護核心價值 以及反對梁正英路線 我覺得到今時今日為止 基本上我們三百家裏面 絕大部份的選委 都是按照這些原則 是多於考慮界別利益的 或者是鄺保研可以補充 其實我們出來選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說 雖然我們是醫生 但其實我們首先是一個香港人 醫生是接觸很多市民的職業 即使你過往幾屆 你估計母候選人是開架給選委嗎 有的 做不做到 其實他開架 他埋門就開架 但今年我們 可能見到有我們在 他就沒有說開架這件事 但以往他們知道 一起來就問你們要甚麼 以往是有的 但今年我見過這麼多次 其實都沒有這件事 所以我們業界 我們業界其實有些 關於醫療方面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想法 告訴他們其實因為 那個業界 是覺得這件事 是真的對市民好 我們會這樣拿出來說 即是我們都很陽光政策 所有東西都可以擺出來給大家看 我們說過甚麼要求過甚麼 其實全部都可以見光 所以我覺得 今年是有多了選委 覺得這件事是比較重要 而如果那個政制真的可以 有一個改變的話 大家才會好 否則你換哪一個上去 其實分別也可以 其實我想做一下主持 我想問Albert 因為我不知道300家 現在是甚麼狀態 譬如說 市民比較見到的是民主黨 他幾次的發言 是去支持新進華 這種聲音其實在300家裏面有多大 很小 好像有異議 之前很多網上有很多傳聞 就說他們其實都已經心疑曾俊華 到底 剛才你說的工程界 你們就說是給胡官 整個討論你們是怎樣 什麼樣子呢 真是 網上這些傳聞 或者再直接一點說 民主黨很親近曾俊華 這個我相信不是在民主300家裏面的主流 如果以我個人來說 我絕對不贊成民主黨的取態 因為在民主300家裏面 其實大部分人都覺得 我們是要做一個策略最有利於推動民主運動 現在目前 你看到曾俊華我們政綱 其實有個很危險的現象 就是說曾俊華未出政綱之前 他跟不同的界別說 其實他還是沒有這麼保守的 他出了政綱之後 政綱其實比他跟我們個別界別會面 為什麼呢 很可能是因為他以為 他以為已經是有一些民主派的選委 實實會支持他 他現在其實主要是想找民主派選委做點絕 如果有些選委 好像民主黨那樣 真是願意做了他們的點絕的話 實際上是會犧牲了我們現在 推動民主運動這個策略 但是他現在的政綱 真是說政綱都動了 剛才你說 如果要得到你們三個plus的票 就是在三個條件 他政改那裡也沒有前設 這個大家要看清楚 他究竟說了所謂動了是什麼 他所謂沒有前設 是沒有說 所謂沒有前設 是一句說話而已 這種語言藝術 梁振英已經玩了很多年了 是不是現在真正綱學了他呢 如果民主黨一句說話 這樣就接受的話 我就很奇怪了 因為所謂沒有前設 我都說你們比較和胡官說的 他有具體的方案 有怎樣先要做政改等等 政改的路線 怎樣向提名委員會擴大了一百萬人等等 你問一下真正綱有沒有這件事 一點都沒有 他只有一句說話 你就可以相信他 他過去十年的往績 你都不看 民主派 怎樣可以用這麼低的標準 去看一個候選人 我覺得 曾俊華作為一個這麼高 現時我們見到很高民望的候選人 市民對他有期望 選委對他有期望是事實 但是他怎樣去回應市民的期望 會不會我們純粹出於一個對於林鄭月娥 或者梁振英2.0的恐懼 然後我們就降低自己的要求 到自己不再是自己呢 其實我們覺得有些價值或者有些要求 我們是應該要確定一點的 應該要告訴他 其實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做到的 就算你可以很希望曾俊華做特首 你覺得他要努力加油 但是你都同一時間可以說到你的期望 對於香港的政制 或者未來的民主運動的一個期望 對於23條取態 政改的取態 或者是人口政策的取態 他應該是要多說一些給香港人聽 就是你這麼重視一個民望的時候 或者市民支持對你來說這麼重要的時候 你應該更加積極去回應他們的期望 喂 邱志勤 其實你聽完他們之間那個 我想爭論到跌跌不休 你估計 現在看來那個形勢發展 譬如三百家 或者支持長毛的一些政黨人士也好 他們最後出來的結果會是怎樣 有些什麼 暫時看 你覺得哪些會是真的最後出到集的 首先長毛他設了一個公民提名的標準給自己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首先要確認他是拿夠公民提名這個數目 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底下 又沒有大型的政黨支持 其實那個動員是真的有困難的 在時間短底下 如果你拿不到足夠的公民提名 他自己都說會不會繼續選 就是去爭取提名 如果沒有這個 爭取提名這個機制啟動 當然這個回到最初之前 最初的假設 就是沒有長毛的情況 所以其實我猜長毛這次提出參選 其實對整個討論是豐富了 不單止令到最後即使哪一個選出也好 但問題是令到泛民 即使之後 胡官也好 曾駿華也好 畢竟是建制派的 即是他最根本的一件事 他是建制派的人 即是說他基本上他面對 什麼叫建制派 非建制派的最基本定義 那你到時如果泛民 現在到時真的 如果需要在各方面的策略 考慮投了他 其實反而我對這些所謂 投了建制派的泛民選委是有利 因為你變相有人 長毛提醒了市民 如果這樣是有政治後果的 有這樣的含意 然後這些選委都這樣做 那大家如果上了一場 他們變成建制派一般的事情 令到市民失望 或者選委 但其實已經說了 那時候反而覺得 那些人未必這麼怪責 這些選委 其實反而是 長毛做了一個保護犯 在長遠來說 可能是好了 而短期來說 當然也是令到 提醒了泛民一些 基本原則性的政策綱領 例如胡官那方面 要更加積極去說 整個板塊 是向所謂 去回政治 政制方面 更加是比較 去回泛民的光譜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有利的 那就是搞局的說法又不成立 不是的 問題是 首先 他自己撤了一個提名的人數 其實長毛計算過的數 根本上 他是拿不到的 我不知道 他為何 去訂一個這樣 因為他有一個理由 但現實就是 他評估過這個可能性有多高 是 對 發揮到作用 發揮到作用 就是令到泛民 其實這樣的 我看這件事 就是 長毛當然他有他很 例如主公營那種價值 就是說 你這幫泛民 如果你走去投一個建制派 萬劫不復的 之後回不了頭的 就是他有這個判斷 那我其實看回局 因為我看了一篇文 蘋果有一篇文 就說 其實習近平都玩對沖的 就是他就有兩個 其實他曾進華和林鄭月娥 他慢慢看你怎樣玩 之後再決定 我覺得民主派都要有這個對沖 就是如果民主派 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 就叫做曾進華 那真的很嚴重 因為他之後 哇 反轉了那個蛋 我們全部都爛了 明白 所以我現在其實我們做什麼 長毛 他可以或者不可以 都是做多個籃子 放些雞蛋下去 剛才邱子勤說的 效果一定會這樣發生 你也是覺得他 那個籃子如果多些 那個籃子如果多些 就是有放多雞蛋下去的 他拿到三萬八 我覺得又發揮多些效果 又發揮多些效果 所以對我來說 我就看這件事 就不是看這兩個月 就是說我們多看兩三年 為之後的民主運動 有一個條件 我們再說話 不要自己用膠布 拿到自己的口 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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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